控制情绪确实是很重要的课题 花莲的玉璃镇有一名67年次的夜姓男子 因为家庭纠纷 居然一只手拿着长锯 一只手拿着铁锤 在家门口挥舞叫嚣 货报到场的袁警制止 他也不听 居然还呛警察说你开枪啊 而袁警见情况急迫 赶快对空鸣枪制止 也制服了这个夜姓男子 所幸现场没有人受伤 光天花日之下 45岁的夜姓男子 双手持长锯铁锤 在马路中央挥舞叫嚣 居然还对着前来的袁警 呛下开枪做事攻击 袁警眼见情况急迫 立即对空鸣枪赫止 袁警大声赫止 并以优势警力 最后是将情绪激动的夜姓男子 制服在地 所幸现场无人受伤 本文局同仁当时为了守护 周边民众的安全 以及确保自身直起的安全 由一名同仁对空鸣枪 借以分散嫌犯的注意力 另外一名同仁上前 以警用防护型喷嚷器来 克制 双方配合之下 及时压制 避免危害有扩大情形 所幸最后顺利化解危机 这起冲突意外是发生在本月23号 76年次的夜姓男子 疑似与家人失和 居然持长聚铁锤 在家门口挥舞娇嚣 面对远警制止 居然还劲逼呛瞎 最后是招警方 依妨害自由 妨害公务等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而情绪失控的夜姓男子 也为他鲁莽的行径付出代价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